第十四题让我问关于水容易酸碱的去数哪些正确 A选项碱金属氧化物的水容易是碱性 金属氧化物只要可以用于水都会是碱性的 A选项是正确的 尤其是它现在又告诉你这个叫做碱金属 既然名字都是碱金属的但是碱性的 那碱金属指的是EA族的金属 就是锂钠钾如色法 偏选项PH值越大清理质浓度越高 可以思考一下酸性水容易它的定义是PH值为多小 在25度C时PH小于7的是酸性 PH值大于7的是碱性 酸就代表它可以在水溶液中解离出清理质 所以酸性的水溶液中清理质的浓度高 而且PH值小于7 那碱性的水溶液中清理质的浓度很低 PH值大于7 这告诉你的就是越酸的容易 清理质浓度越高的容易 PH值应该越小 B选项是错的 清理质浓度1-10的-8m的盐酸完全解离后PH值约为8 PH值它会跟清理质浓度有关 如果我的清理质浓度可以写成10的次方 然后单位是m的话 假如说我现在写成10的-x次方 那PH值就会等于x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看法 那如果你遇到更复杂的问题的话 光这样子看没有办法解决的话 我还有另外一个影片专门在讲PH值怎么算 我把连结放在右上角 不过现在C选项干净就可以解决了 浓度是1-10的-8m的盐酸 可以完全解离就代表着10的-8m会完全消耗掉 产生10的-8m的清理质 还有10的-8m的绿粒子 光这样看好像会觉得清理质浓度就是10的-8m 根据刚才的规则 10的-8次方PH值就应该得于8 可是这样看起来好奇怪哦 现在题目名就跟你说是盐酸 就叫盐酸的代表它应该是酸性 而且在B选项我跟你说 酸性的PH值应该小于7 现在怎么会是8 所以这样不对 既然它是酸性 它PH值一定小于7 C选项是错的 不过到底多余的那些清理质是哪里来的呢 我现在的这杯液体叫做盐酸水溶液 里面除了盐酸以外 含量更多更多的应该是水 尤其是浓度这么低的话 里面应该大部分都是水 最高考虑水的解离 水可以解离产生清理质还有清氧根 你看这里就出现我要的清理质了 25度C的纯水能够解离出10的-7m的清理质 还有10的-7m的清氧根 如果清理质浓度是10的-7 关于刚才这个公式就知道PH值应该等于7 但因为我这杯除了纯水以外 还有非常少量的酸 所以清理质浓度会再比10的-7高一点点 PH值就会比7再低一点点 但是会很接近7 初选项 在水中可以解离出清理质的物质为酸 这是正确的 解离出氧离子的物质为碱 这边是错的 应该是解离出清氧根才是碱 一选项对温下PH值为2的强电解值 加水稀释让体积变成软的10倍 PH值会变成3 强电解值的意思代表是可以完全建立 那为了方便 我就设我这个强电解值就是HCl 眼酸好了 PH值是2的话 就表示清理质浓度是10的-2M 这10的-2M的来源 就是消耗左边10的-2M的盐酸 而且是完全消耗 就还是强电解值 会产生10的-2M的清理质 还有10的-2M的绿粒子 这样就只有一开始盐酸的浓度 就是10的-2M 0.0M 然后我要让它的体积变成10倍 其实的时候只有加水 没有加溶汁 所以我可以假设 我原本就是0.01M 泡在1公升的水溶液中 现在我没有加溶汁 溶汁还是0.01M 水量变成该的10倍就是10 就知道新的浓度是10的-3M 然后这10的-3M的FCL 一样可以完全介绍 产生10的-3M的清理质 清理质的浓度是10的-3M 根据上面这个规则 PH值就会是3 一选项是对的 谢谢观看